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準準準 一天都沒有差 在劉老師跟他預告的是說 89天 34天的變盤轉折 我們再來買宏達店 真正等待了34天的一個變盤轉折 我們中間是沒有任何一天 甚至於兩個禮拜之前 任何一個反韓高點宏達店 都是請大家先減碼 退出資金的 禮拜天的時間 劉老師在台中廠跟他預告 AC等讓了 這個禮拜是第八週的一個變盤轉折 同時今天禮拜三剛好是 高檔區161塊下來的 第34天89天的變盤轉折 那廖事情 劉老師的會員朋友 在這個位置點 空手了34天之後 第一天買了宏達店 宏達店就按照我們的規劃 最高點來到139塊錢 等於差一檔就噴出漲停板了 同時其實如果真的方法對了 我想真的股票不需要太多 一檔宏達店 在2013年你應該已經賺了574塊錢 紮紮實實的 你的1000萬資金已經變成4000萬了 這個是劉老師今天早上 把昨天獲利了結二班的一個資金 每三張換一張宏達店 空手的現價133塊錢 先把第一筆的基本資庫把它買回來 由於它是一個3955絕對低基期 同時今天又34天89天變盤轉折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 由於風險對獲利的比值 我認為遠遠超乎10倍以上 所以今天做一個進場佈局 結果就按照我們的規劃 拉出一根關鍵性的一個長紅K 確認的突破了這個下降軌道了喔 所以宏達店有沒有機會 在4G元年的加持之下 重返榮耀 接下來針對1300塊 如果2G的世代造就一檔 台國國王叫2454的聯發科 3G的世代宏達店供到1300塊 那這一波下降到122塊錢之後 宏達店這一次有沒有機會 搭配了4G元年 今年正式啟胚 把這一次的周月線的轉折 同步讓它轉折成功 那一轉折成功 很可能就是一倍兩倍以上的一個行情 我想接下來幾個交易日 就非常非常關鍵喔 可是投資朋友 假設你可以先 避開宏達店三根跌停板的價差 昨天把宏達店單股二班的資金 先賺三根漲停板之後 把它獲利了結一趟 然後在今天 再把它進場做一個不決的動作 投資朋友 從142塊錢累積81塊錢的價差 等於宏達店已經做到223塊錢了 我們把退場出來的資金 先做單股所當宏達店二班 再賺三根漲停板 昨天全數獲利了結 今天再做一個進場佈局的動作 那這一個時間波的脈絡 這一個時間波的一個分析 劉老師是從頭到尾每一天 跟大家事先分析規劃跟預告 今天一出手 宏達店擴別34天 好的獵人懂得等待 等到那個關鍵出口時刻點 你再把關鍵的子彈打進去 同志朋友 今天除了宏達店漲停板之外 TPK也噴出第三根漲停板的價差 創下這個波段新高了 所以關於後續盤市格局 剩下8天馬上要封關了 還不曉得怎麼樣掌握投資朋友 那劉老師 剛好在這個禮拜天 有一場台北跟高雄的一個講座 那有時間的話 我們到演講會 把你的宏達店跟TPK 帶來演講會會場 找一場 劉老師來聊一聊 真的你有想要把宏達店 TPK撞回來的 你在掌握這次的演講 好不好 因為只剩下幾天那個10天 禮拜天再見面 只剩下6天就封關了啦 你如果只是想要短短的搶短的 你看著劉老師在公開節目當中 幫你去做一個分析跟規劃 你就可以自己加薪搶紅包了啦 可是我會希望說 你真的要想要了解 今年宏達店的TPK 這一次 我早就已經跟大家預告3個禮拜 宏達店TPK封關之前的時間波 剛好是一個主身段時間波 絕對會有一波反擊的行情 這才讓我們非常篤定的 昨天把單股二班的資金獲利了結之後 今天宏達店TPK 現買現噴出好不好 那真的有想要把宏達店 撞回來的投資朋友 你在掌握這次的演講會 因為我很擔心的是 有很多投資朋友 跟我們買到了142 買到122 買到191 買到2305跌停板 你賺5塊錢 一點點紅包你就走 可是明明有一個60塊錢 100塊錢的波段 你都咬不住 等到應該出的時候下來 你又認為又可以搶紅包了 這次看看劉老師230塊錢會不會出手 結果買進去跌了100塊錢 賺都是賺那個5塊錢 一賠宏達店就是賠了300塊 500塊1000塊 這樣子你在2014年是沒有辦法 財富重新分配的好不好 那要改變這樣一個操作慣性 這一場演講會非常重要 好 劉老師會在這次演講會 針對這一次 宏達店TPK 全線的一個反捷計畫 吸而播 接下來的播行怎麼規劃 跟大家要詳細面對面一個面談 好不好 那等一下廣告中的時間 你願意跟著劉老師去掌握 宏達店TPK 這一波行情的 你在電話播通 去把這一次演講會 給他預約起來好不好 不過同志朋友 今天大盤在宏達店TPK的一個轉牆 確認89天34天一個向上變盤轉折之後 大盤中場是以上長54點做收 可是我反而要提醒到大家是說 由於宏達店是一個負β值的一個股票 那什麼是負β值 投資朋友你可能比較不了解 但是投資朋友 宏達店今天的轉牆 反而是大盤接下來要向下變盤轉折 非常重要的領先緊接的訊號 為什麼 演講會的劉老師在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那關於大盤 劉老師仍然提醒到大家仍然指示反彈 我們剛剛講到的一個負β值的效應 隨時還是有變盤轉折向下的一個風險 尤其1月28號29號QE 再減碼的機會非常高 那今天剛好又是一個5天8天 從這個轉折低點上來21天的變盤轉折 所以劉老師還是要跟大家講 大盤風險絕對偏高 但是股票不是不能做 你一定要優先從 在這裡會確認變盤轉折向上的股票 你再來做一個進場 這個加薪搶紅包的一個行情 好吧 好 既然宏達店如同我們預告 向上變盤轉折重疊了135 等一下我演講會再跟大家講清楚 我說135否定了第五波 接下來確認是向上左升段 是什麼樣的意思 不過大盤也因為這樣的狀況之下 隨時有向他變盤轉折的一個風險 那宏達店TVK 劉老師已經預告3個禮拜 空手34天 我在這次演講會可以跟大家報告 有5大的理由 我認為你只要方法對了 宏達店TVK絕對有希望把他賺回來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這一個禮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北 劉老師會針對這些主題 幫大家做一個詳細的一個展示 2014年是一個匹吉泰來 VS盛極而衰的一個年度 好 比如說QE退場 很可能你必須要規劃 適當場空的一個規劃 好 今天早上我們聽到聯準會的 幾會的官員開始有一些談話出籠 好 第一個 好 這個是Fisher 好 認為這一次要一口氣縮減200億 好 第二個 費城聯準會主席認為 要加速的退場 第三個 美國的失業率降到 降到6.7%了 投資朋友如果我們印象夠深刻的話 我們一定知道說 聯準會開始要去考慮升息喔 不是只有QE減碼喔 他的一個最低要求的門檻在6.5% 差不多一跨越就馬上要碰到了 所以今年絕對會是一個 資金大幅度波動調整的一個行情 好 搭配週月線 這個禮拜是一個五重週線變盤轉折 日線一個三重變盤轉折 好 梁老師就要提醒到大家 後續盤勢格局風險 其實是遠遠超乎大家所想像 好 那在這裡絕對不能去追一些 絕對高級期 歷史絕對高級期 可能要向下變盤轉折的股票 好 那怎麼樣去做一個詳情的掌握 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梁老師在演講會會場再跟大家相談 我們關於教訓指數這個適當長空的一個規劃 他一個可能的命貌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認為其實有五大族群 今年有機會加倍奉還 那還有兩三個梁老師的施訪名單 準備在演講會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您已經錯過了前一次 梁老師在12月20號出去循環演講的時候 送給大家的自貫 自貫一噴出去 這個是一個軟體網路概念股 這是第一個類股自主群 第二個叫中美金 好 那新人原產業也拉開了12根帳 你買價差 好 當初的一個TPK 一回來沒有叫你買 下殺到157對稱撤幅的時候 才請大家布局出 好 那今天收盤已經盤中到185塊錢 這個位置點如果再讓他再衝出去 你就脫離了底部加碼區 好 那你到底是要200塊錢買 還是180塊錢買 還是170塊錢買 還是160元買 好 同志朋友不要等到他重新賺上200塊錢 你又不敢加碼了 好 這個成本就拉得越來越遠 真正想要掌握反敗為勝 趁他脫離底部區 那個第三筆多端的加碼點 你可能就一定要跟上了 好 所以還有兩個 三個類股自主群 今年是有機會加倍奉還的 劉老師在演講會 名單挑出來跟大家分享 這是為了要達成2014年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幫大家挑出10張股票 扎扎實實的 有機會去賺1倍的這個股票 在演講會順便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吧 再來宏達電跟TPK 絕對有希望 接下來宏達電跟TPK的一個波形 到底是什麼 好 同志朋友 劉老師在講TPK的同時 不是今天才跟大家報告的 來 這個是今天的TPK 我們也是一開盤 89天 34天的變盤轉折 已經有持股的人不動作 工手的人依照單股比例 第一第二比 第一第二比就是十分之二加十分之四 你想要買進100張的 20張加40張你就要買進來了 好 那劉老師是從演講會就跟大家預告 先置冠在中美金 再接下來是宏達電概念股 AEC等到157塊錢 宏達電 上游的TPK會優先於宏達電 你可以看到今天現買現噴出 今天利多消息出來了 要全面切入iPhone6 大尺寸的一個訂單 TPK只要跳過了這個圓湖底型 好 投資朋友 前面的紅三兵就跟大家預告 接下來TPK封關之前 是一個嘎空組身段波段起漲序 今天一跳高開 如果你肯去做一個現場佈局 好 投資朋友 這十張也差了24萬元以上的一個價差了 那TPK後續的盤式格局 波形到底要怎麼樣規劃 好 劉老師也在演講會 會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分享 好不好 好 那我相信你只要把波形看清楚 然後把對的方法學起來 好 劉老師認為說 2014年絕對會有希望 我們所說的十張股票賺一倍 絕對有機會達成 那因此呢 有時間可以去在這個禮拜天 那兩場兩個地區的一個演講 或者是投資朋友 歡迎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先把 作為預約起來 好 這次預約是沒有辦法進場 我們場地沒有訂的特別大 那劉老師要把宏達電跟TPK的一個波形 那比如說上個禮拜天 好 劉老師早就跟大家預告 宏達電只剩下兩套波形 好 所以這個震盪下壓 大概89天被賣轉折 一買你有機會去掌握 宏達電大規模的一個反彈 那它的一個波形到底是什麼 我會在演講會跟大家分析 這份資料有TPK 有宏達電的 你絕對不能夠錯過 可是如果是在 台北高雄以外地區的投資朋友 那你不必很特地大老遠的 跑到演講會會場來 好 劉老師會比照演講會的會場 我們針對宏達電TPK的一個反擊計畫 那比照演講會會場給大家 這個在2月5號我們才會起雙會期 那你順勢地先把宏達電TPK 最後一次脫離底部區的加碼點 先把它掌握起來 因為你在這幾天你不掌握起來 相信劉老師我昨天就已經跟大家預告 風光回來你可能買在150、160以上 今天早盤昨天都還可以買到130喔 今天已經138了 如果主身段確認這個起場性 總之你又脫離了這個成本區 會未來賺回來的價差會越來越少 好不好 那因此呢 真的有心想要在宏達電TPK 這一次訪班維生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再到演講會會場來 沒有辦法親自立臨演講會會場的 好 劉老師說 先把劉老師的信息帶到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絕對的反擊加碼點 給他掌握到 好不好 相信內容你可以直接掐詢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兩分鐘之後再回來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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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第一豪宅 台北最大湖景 兩大湖26957778 想知道2014年四波大轉折規劃嗎 過得頭顧要告訴您 全新主軸 標馬紅包股 1月19號新天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台北 請立刻拿電話 請立刻拿電話 好 回到我們現場 那关于2014年全新金马年 刘老师说今年的行情会比较活泼 我们可以看到价权指数的成交量 在开春的这几个礼拜都为10千亿元以上 那今年的行情会非常活泼 其实如果有对的方法 把这个时间剥了一个脉络 投资朋友在宏达店这34天还没落底之前 你先去做单股所当二号 不是先拉开一个三根涨停满价差吗 自观中美金已经整个类股自主群拉开了 13根涨停满11根涨停满以上的价差 我们要适当的获利了结之后 再来做宏达店TPK这个时间波变盘转折 投资朋友你的速度 是不是会把资金效率运用得更好 所以再加上第二个 刘老师说强调今年你要去找一些 匹级泰来的股票 你现在所听到都是这些类股自主群 坏的消息 可是反而在今年QE退场这些股票 你只要稍微找转机好一点 体质好一点点的 你感觉是一个很缓慢的方式 你不要再去追新股了好不好 2014年我认为你去追新股的 你去追生技股的 你今年不但赚不到钱 你可能会有三五成以上的一个亏损 我有理由我会在演讲会跟大家分析 反而我们先求稳固 先求安全 你用越稳的思维逻辑出发 投资朋友 那如果再把TPK跟宏达电的涨停板加上去 已经26 27跟涨停板了 我们是用最稳健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甚至于更稳固的我们就做我们最熟悉的股票 就宏达电 那么这一波如果按照刘老师的规划 是绝对有行情的 那剩下这个低档区域加码最后这个起涨点 你千万就绝对不能够错过了好不好 好2014年我认为 有一些类股自主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是宏基12月24号的时间点 我就提醒到大家说 今年触控面板相关的题材 MB概念股有机会在2-in-1的热卖 全线呈现反击 Windows XP在4月份会停止支援 等于今年也是触控起飞的元年喔 那所以今天宏基创要不断新高 同志朋友从这里到这里快要涨5成了耶 这是最牛最皮去年最惨的MB概念股叫做宏基啊 我是在圣诞节送给大家宏基当做圣诞节的礼物喔 好那宏基的转强它代表未来它今年到底看到什么样的成长力道 你如果把这个类股自主你挑出来我相信要挑到极档要赚一倍的股票 绝对不是那么困难好不好 同样的如果你看到MB看到宏基转强了 从12月27号跟他预告 从900块钱长空ABC上修正结束了 廖师还跟他预告宏基金即将要在这个时间波落底 就是今天 一直等到了今天1月14号 可是如果宏达电在1月14号89天34天会变满软了 TPK上游会不会领先宏达电找落底 好那只要这里一个绝对低基期的反弹 这一波的行情你绝对要好好的把握 10月23号还没有叫你买 可是投资朋友 刘老师说AC等让的位阶在157块钱 这里你绝对要把TPK的第一第二笔的基本出租股 一口气就要重压大买起来了 好来从183.5下探16320.5元 177.5减20.5元的多少钱 那请问160块钱你可不可以买进 好 160元你可不可以买进 好 160元你可不可以买进 好 160元你可不可以买进 好 那低两区已经拉开了关键性的洪三兵 波段嘎空起掌讯 那是不是要任何震荡压回掌握波段买讯 今天跳高开是不是还是TPK的加码点 那你这样子不是如同我们时间波的变盘转折预告 TPK现买现喷出吗 好 那还有哪些类股次族群 值得我们这里去布局 好 全新的这一波抢红包的概念股 刘老师也会在演讲会跟大家分享 好 可是投资朋友 其实刘老师在 呃 这次出去循环演讲之前 好 刚好是1月10号 上个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就告诉大家 像红达电子剩下两套波形 要去做一个关键的 从161下探的12345让到142 好 我是不是公开跟大家预告 不会是147起算起跌 应该144细微波完成五波要开始满 好 那如果依照一般的波浪理论 导播我们可以take一下这一块 好 应该是从B浪而起跌点 应该是从这个位置点开始起算 那细微波转折算五波 而他算一个时间波大概也是11天 那刚好是礼拜三 今天的一个时刻点 距离161会是34天变盘转折 距离12会是89天变盘转折 所以好的猎人懂得耐心的等待 好 去掌握到了避开了7个礼拜的下杀 等到这个礼拜回来8天变盘转折 刘老师也跟大家预告 我认为风险跟获利的比值控制好了 这130块钱这边买就算短套 我认为控制风险你基本持股 也一定要把它买起来 好 这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预告 那接下来一个稀浪或组成的一个时间波 到底要怎么样规划呢 礼拜一还是告诉大家有希望了 讯号一出现你一定要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昨天告诉大家这已经是倒数两天 今天你要开始买了 好 获利跟风险的比值 那你把它控制好 那关键的讯号到了 六老师绝对会带着你出手 结果咧 好的这边有这张股票 六老师帮他追踪 那我们认为有希望 顺势于当股手单代表说我们风险 非常非常的集中 我要预设说所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也可能要跟着买 我的会员朋友可能一口气要布局 一千万两千万以上一个资金 包含前面的当股手单二号 好 梁老师都是秉持这样的理念 认为你就算要用千万元的资金 以上的资金集中一档 我都认为可以稳稳荡荡的加码股票 好 那投资朋友 空手第一天买回 如果你用一千万元经常布局 你今天已经赚进七十万了 好 那这个时间波的一个脉络 梁老师认为说 其实2014年 好好的挑到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去做宏大电 好 这个关键性一个反击的动作 更加的重要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一次的演讲会 欢迎所有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掌握到 那没有办法到演讲会的投资朋友 梁老师说 你的心态只是强短 而不是想要真的利用这一辆当股票 把这扎扎实实咬住一波行情 掌握这个梁老师说 匹吉泰来加倍奉函机会的 这一次演讲会 你也不必要打电话来 我也没有资料送给大家 好不好 我会希望你在演讲会会场来 是详实的想要了解 我们怎样单股资金的配置 怎样适当的规划 这个避险的一个规划 去掌握这一波宏大电反败为生一个行情 但是没有办法到演讲会会场得 梁老师说 梁老师会比照演讲会的会场给大家 这一次宏大电匹吉泰来 加倍奉还的障碍 详续内容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电话拨通就对了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腼腆但温暖 细心的微笑 低调但实在 真心诚意 只为了让你满意 我们有信心 让你好放心 微笑MIT值得信赖 想知道2014年 四波大转折规划吗 贵头库要告诉您 全新主轴 标马红包股 1月19号新天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台北 请立刻拿电话拨打 02-2578-3000 02-2578-3000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固得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 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 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上次台风天 我和阿嬷在收入中心排队打电话 阿嬷要打给很多人 很担心打不完 欸 阿嬷 好像1991啊 当灾难发生时 会开放1991帧线 只要输入区域号码 加家里电话号码 就可以留言报平安